有陶羊拍到賊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劫的一刻 朝早11點多 三個賊人都是手持錘仔還有刀 闖入啟發徑一間錶行打劫 特首之後登上一架接應的私家車圖去 警員接報到場經點算之後 錶行損失合共120隻錶 總值大約1500萬 淨追緝涉案的三個身穿黑衣黑褲 戴口罩和帽子的男人 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本個日前才發生同類劫案 星期五就有賊人手持鐵錘 打劫官同一間金行 但事敗逃去隨後落網